大爷拉了颗大钻石 可他并没有吃吞 反而上交给了老板 可老板只是看了一眼钻石 第二天竟气死了 而这一切都在大爷的意料之中 他要干啥呢 他要偷走全世界女人的心 原来大爷在全球最大的钻石公司 少了15年的地 眼看着就要退休 他决定在退休前捞上一笔 大爷的胃口可不小 整个金库的两吨钻石 他全都要 可光靠他一个人还不行 他还需要找个帮手 而公司的女高管劳拉斯不二人选 虽然劳拉是全公司唯一的女性 但却处处受到排挤 次次升职都没他的份儿 可每次他都会在纸条上写上 越努力越幸运的傻话来安慰自己 这天他无意间发现了一张电影票 带着好奇他去了电影院 没想到约自己的竟是公司的扫地大爷 大爷确实很真 他不仅告诉劳拉 他永远不会有升迁的机会 现在更是要被公司辞退 这让劳拉既生气又难看 正如大爷所言 他在公司找到了他的辞退报告 劳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很快他就找到了之前追过自己的男人 想要跳槽到他的公司 但对方却告诉他 他已经被老板下了封杀令 整个伦敦都不会有公司录用他 而在聊天中 劳拉也得知男人已经结婚生子 他最后一次幻想也破灭了 无奈劳拉只能去找大爷 问他到底要干嘛 而大爷也向劳拉说出了他的计划 偷钻石 可要怎么偷呢 公司每晚九点关门 也就是说 足足有十个小时 没有人进出这栋大楼 大爷会从四楼开始 自上而下打扫卫生 金库在公司的最底层 电梯是通向金库的唯一入口 那里除了两个保安 整条通道只有大爷一个人 而通道的尽头就是金库的大门 15年来他从未进去过 进入金库需要密码 而密码只有老板知道 这也是他找劳拉的目的 让他在下周老板举行的晚宴上找到密码 说完大爷拿起了一个水杯 承诺就装一杯子 事成之后 他们每人都可以分得百万英镑 而劳拉也不负所望 成功找到了密码 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 每个楼层都安装了监控 金库的通道更是单独安装了一个摄像头 有专人24小时看管 好在当时技术有限 监控并没有录像功能 而且摄像头只能同时开4个 监控画面每隔15秒 才会切换到另外的摄像头 也就是说大爷要在60秒内 穿过将近40米的通道 然后输入密码才能进入金库 劳拉告诉大爷 你连走路都困难 更别说跑了 可面对两吨钻石 大爷不仅能跑 他还能连蹦带跑 为了防止公司发现这个bug 他们决定明天就动手 第二天大爷在保安室系好时间 然后躲在通道的摄像头下面 只见时间一到 大爷便以百米充斥的速度 跑向金库 可是由于太过紧张 大爷输出了密码 而保安室的画面已经切换了回来 好在这时劳拉给保安打了个电话 为大爷争取了宝贵的30秒 大爷终于在最后一刻 进入了心心念念的金库 可当早上大爷下班的时候 却被主管叫住了 难道被发现了 另一边 公司让所有的高管都到金库集合 映入眼帘的是空荡荡的仓库 大爷 这就是你说的纸装一丢丢 但金库全部由一米厚的钢板包裹 就算是炮弹也炸不透 大爷是怎么把两吨重的钻石运出去的呢 很快老板就收到了一张勒索信 要求用一亿英镑来除钻石 大爷之所以被叫回去 其实是让他清理马桶 而大爷发现了卡在马桶里的钻石 随后他让人把钻石交给老板 老板一眼就认出了这颗尸窃的钻石 全球最大的钻石之一 非洲之星 紧接着他们一边找来保险商商量赔偿事项 一边找来专业的调查员进行调查 但保险商却并不想进行赔偿 于是当晚就把钻石尸窃的事情告诉了媒体 试图用丑闻来逃避赔偿 老板也被气得心脏病突发而死 而调查员那边就厉害了 很快就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了劳拉 他直接问劳拉是怎么偷的钻石 劳拉虽然强装正顶否证了偷钻石的事 但心里却吓得要死 慌乱中手里的钻石掉进了洗手池 而当他从水管里取出钻石的时候 瞬间就想到了钻石的去向 他马上来到公司外面的下水道 而大爷早已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只要到了早上他就可以拿到一亿赎金 大爷可不想发生任何意外 劳拉以为大爷要杀他灭口 于是打掉大爷手里的枪就开始跑 可他还是被大爷追上了 而大爷也告诉了他偷钻石的真正原因 原来20年前大爷的妻子被诊断为癌症早期 只要及时治疗就可以康复 但当时的保险商却以各种理由拖着不给钱 直到大爷的妻子病入膏肓 他们也没能拿到一分钱 而那个保险商则靠着赚取不易之财 成为了伦敦钻石公司最大的保险商 大爷花了15年的时间 就是为了给妻子报仇 正如保险商所说 耐心是一种美德 这次保险商不仅排光了所有的积蓄 还排上了自己的积蓄 大爷是怎么让两吨钻石凭空消失的呢 在进入金库之后 就把钻石装进了自己心爱的小推车 然后算好时间 把钻石运到工具房 接着更换下水管道 最后就是把钻石不断的冲进下水道 就这样 大爷在天亮之前冲完了所有的钻石 再告诉了劳拉一切之后 大爷便自顾自的离开了 而劳拉也在下水道看到了钻石 随后他通知公司搬走钻石 从那之后 劳拉再也没有见过大爷 但他的账户却多了1亿英镑 那是大爷留给他的 这笔巨款让他寝食难难 大爷 我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从那之后劳拉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轨迹 他将这笔钱全部用于慈善之业 而花掉这笔巨款 用了他整整40年 时至今日 在花掉最后一分钱之后 他感到无比的轻松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是索取还是正语 亦或是像大爷一样耐心做好一件事